來關心臺灣政府外圍團體 臺灣貿易中心人才培訓中心 以及福岡事務所 從兩千零三年開始 接待來自臺灣的學員 在福岡縣內各個企業來實習 而這一期總共有二十三位學員參加 學員們也被安排參訪了福岡縣 政府集駐福岡辦事處 受到官員們的熱情接待 臺灣貿易中心福岡事務所所長 林淑慧及助理池內財子 帶領二十三位ITI國際企業人才 日文組學員抵達福岡縣政府 拜會福岡縣商工會 受到該會商工政策課長 橫吉隆裕等熱情歡迎 橫吉隆裕致辭表示 希望學員們在經過三週的實習後 能將好的印象帶回臺灣 成為福岡和臺灣在經貿上的橋樑 橫吉隆裕也親手把伯多芝 紀念品送給學員代表 而學員們也回贈臺灣茶氣氛溫馨 從舅舅的愛撒子裡面也有提到說 這次跟臺灣是第十四年的合作 那ITI已經三十週年了 彼此互相之間都是一個非常具有歷史 而且永久的一個合作關係 那我覺得這次能夠來福岡參加研修實在是太好了 接著一星人到了住福岡辦事處 由榮毅俊處長親自接待 他跟學員們分享外館近年來的工作成果 像是臺日交流 從二零一三年的三百五十萬人 成長到去年突破六百萬 顯見雙方關係越來越緊密 來到臺灣在日本福岡的辦事處 受到所長的熱情招待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所長提到由於近年來 我們跟日本的關係越來越好 我們在許多項目上都取得第一 這些年年成長的數字都代表 其實我們跟日本的關係也越來越深化 那特別是現在的新政府有意 與日本政府建立更進步的關係 包括新南向政策 還有新市場的開拓 我覺得這個都是臺貿協會一直都有在努力替我們做的 那這次能夠有幸來到日本福岡的企業實習 也非常謝謝臺貿辦事處的幫忙 辦事處也特別準備午餐招待這群學員 臺灣貿易中心人才培訓中心已有三十年的歷史 福岡事務所是從2003年開始接待學員們 到日本各企業實習 雙方的合作也讓臺灣青年會議量多 臺灣灣電視張文燦日本福岡採訪報導